子女会不会帮父母养老,这几个细节给出了答案,每一代父母养孩子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老,这种养儿防老的观念从农业社会开始就延续到了今天,之所以提倡养儿防老,就是因为整体的养老保障不足,只能让孩子来承担为父母养老的重任,养儿防老的观念其实符合孝导,问题是,如今的孩子真的能够做到为父母养老吗? 谁都无法给出绝对的答案,现阶段的生活变数太多,而普通人抵御风险的能力恰恰太弱了,以至于无数人渴望的养儿防老,都成为了空谈,子女会不会帮父母养老,以下几个细节早已给出了答案,读国学经典,误人生智慧,欢迎订阅大道无形,子女是否有充足的经济实力? 常言道,有钱万事安好,无钱寸不难行,要想为父母养老,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充足的钱财,如果父母没钱,就需要孩子具备充足的经济实力,为父母养老,如今的年轻人,真的具备充足的经济实力吗? 基本都不具备,要是具备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买不起房,只能单身的年轻人,年轻人没有钱 父母也钱包羞涩,那养儿防老,就会成为空谈,有可能,父母上了年纪,还需要外出打工赚钱,自己靠自己养老 摆在普通家庭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钱财,物质的匮乏,有钱,养老就是简单不过的事,没钱,就有可能家无宁日了,家庭是否负债累累? 在这里,要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今时今日,如果普通家庭负债累累上百万,那就只能面临一个结果,全家成为老赖,一辈子无法翻身 这里谈到的普通家庭,就是工薪阶层的家庭,这些家庭,属于二八法则中的八的阶层 基本没有大富大贵,财富自由的可能,当然,如果没有任何的负债,哪怕做不到大富大贵,也还是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为什么如今的人都喜欢负债累累呢?只有一个答案都被忽悠了,看到别人负债累累,自己就跟着负债累累,看到成为房奴的人特别多,自己也拉着后代,成为房奴 不是说负债累累,成为房奴有问题,而是说工薪阶层的家庭,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 一旦某个家人失业,这个家立马就会树倒湖村散,对于负债累累的家庭来说,如今要考虑的 不是养老,而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子女是否有精力照顾父母 谈完了第二点,肯定有人会说,我不是农村人,而是城市人,孩子也在本地工作 怎么可能做不到陪伴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说一个案例,陈先生的父母住院了 而陈先生需要996,连休息都没时间,就别说亲自照顾父母了 至于妻子,也没时间照顾老人,因为他们夫妻俩有二胎要照顾 幸运的是,陈先生的家庭有点余钱,可以雇佣护工照顾老人,雇佣护工,一天就需要300块 一个月就需要9000块,难道说所有的家庭都给得起这个钱吗? 不是所有的家庭都给得起这个钱,父母跟孩子住在同一座城市,也未必可以做到养儿防老 如今高强度的工作,早已消磨了无数人的时间和精力 至于照顾老人,无数年轻人,中年人都有心无力,子女需不需要背井离乡 如果你是一线城市,或者某些发达省会城市的本地人,那你的子女多半会留在本地工作 不会背井离乡到其他的城市上班 如果你是小城市,或者不发达地区的打工人 那你的子女多半需要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拼 这就是所谓的家贫走他乡,从现实的情况来说,前者偏少,而后者偏多 无数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工作赚钱 一年到头才回家一两次,子女需要背井离乡 那留守老家的父母,就会活成留守老人的样子 别说安详晚年了,或许,他们只能孤独终老,老家,没有适合年轻人的岗位 逼得他们不得不离开老家,这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随着996愈发普及 年轻人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哪能指望他们有时间照顾父母呢? 子女是否陪伴在父母身边? 很多人会说,没钱只是小问题 只要子女陪伴在父母的身边,就足够了 这所谓的陪伴,有那么容易做到吗? 没有那么容易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每一年的春运大军以及返城大军的人数就知道了 为什么会有春运,外出打工的游子需要回老家过年 为什么会有返城,过完年的普通人需要背井离乡 去到大城市打工赚钱,也就是说无数农村剩下的 都是留守的孤寡老人 而这些老人的子女都外出打工去了 别说陪伴了,一年多见几年都困难 陪伴二字,说起来容易,上下嘴皮子动一动就行了 可要想做到,就真的特别艰难了 要知道,生了多个孩子,却孤独中老的老人 在农村,数不胜数,父母是否卧病在床 在农村,不少老人都不敢生病,也不敢卧病在床 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不能自理,就真的离等死不远了 子女需要外出工作,不可能时时刻刻陪伴在老人身边 哪怕他们有时间,他们也未必有钱 随着他们结婚生子,有了小家庭 那他们跟父母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父母身体健康,跟子女还相安无事 父母卧病在床,子女就会认为 父母拖累了他们,那他们就有可能抛弃父母 所谓酒病床前无孝子,酒瓶家中无闲期 老人生病的时间太久了 直接影响到孩子日常的工作,生活 那没有钱的他们,只能成为不孝子 不是人性太扭曲,而是生活太残酷 人老了,尽量不要让自己卧病在床 一旦卧病在床,就只能做好生不如死的心理准备了 一切,仅此而已 子女有没有孝顺父母的真心 谈完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 我们再来谈谈真心 我一直认为,真心这种东西 比赤裸裸的金钱物质还要珍贵 从古至今,不是孝顺的孩子占了多数 而是不孝的孩子占了多数 前段时间,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去世了 无数吃瓜群众都表示很突然 可这些吃瓜群众不知道的是 这位企业家的亲人都在为了家产而名争暗斗 古时候的皇室也是如此 太子、皇子们都希望皇帝老爹快点死 自己好继承皇位 隋朝的杨广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杨坚 自古以来都是金钱一得 真心难寻,如此而已 人到晚年,指望子女养老的念头是很常见的 然而,人性并不都是好的 这世上并不是亲生的子女 就一定会给父母养老 有的子女远在外地 自己要忙着工作赚钱 无暇照顾父母 有的子女经济条件很差 没有余力照顾父母 还有的子女纯纯的不孝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 老人都应该把养老的指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 才不至于被现实打个措手不及现实力 人到晚年 做好这二大准备 才是养老的保障 对金钱增加掌控力 人到晚年 有时候要面对很多不必要的开支 比如 亲戚跑来找你投资 告诉你能发大财 儿女回家来找你要钱 告诉你 他们要买房买车 孩子上学 看上去 每一种理由都很正当 好像都应该答应 但是请记得一点 你已经是晚年了 再靠工作来积累财富 那是很困难的事情 金钱等于你未来的医药费 护理费 如果生了重病 还要有护工照顾你 没有钱 可能热饭都吃不到嘴里 举个例子 前两年住院的时候 隔壁床是个退休的阿姨 身边无亲人照服 一问 才发现她女儿在北京定居了 不方便回家 好在阿姨想得开 自己也有钱 一日三餐都在医院解决了 实在难受了 就请护工照顾 人到晚年 心不要太软 要知道 亲戚朋友借钱 不见得真的能还给你 到时候 你得罪了对方 还要不回来钱 何必呢 识人 人老了 总是期望子女能孝顺 照顾自己一二 但其实 这不见得能实现 我就见过很多叔叔阿姨 自己劳心劳力 等到叔叔阿姨需要子女照顾时 子女一个个都跑得飞快 全都躲起来了 所以说 作为老人 不要因为子女的血缘关系 就盲目寄托了希望 认真识人 看透本质 不值得依靠的子女 就早点放手 举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阿姨 多少年前 就跟儿子媳妇 有很深的矛盾 但是她看不穿 不能承认 儿子的白眼狼属性 而是把责任 都推到了媳妇身上 可惜 她的一厢情愿 最终被现实打破 她现在生病了 儿子照样不搭理她 还要她做老妈子 出钱出力给小家庭 她这时候 看透儿子 也来不及了 人呢 最怕的就是看不穿 有些人 总是天然认为子女好 不肯正视他们的本质 最后导致自己老无所依 真是可怜 读国学经典 误人生智慧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